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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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試試看可不可以做 我來試試看可不可以做 是環牙 他才升上重劍 這個應該是十字宮拍到他 射穿他的左邊的翅膀 我會在那邊呼籲 對這些所謂人家的開放空間 養在那裡的一些鴨鵝 其實不應該去淚殺他 哪一個 太短了 是啊 有牌子 鴨油綁過去 裡面有很多鴨 然後它都是乙生的 然後它是 偶爾一段時間 發洩吃子裡就多了一隻 那我們就開始飼養 那就一直維護這個生態 可是呢 我們發現每年到冬天 那個 就一個中年的男生 他就會拿那個BB蛋 有鋼豬的 然後來打這個鴨 然後那個有的鴨子呢 會當成被打死 那有的鴨子呢 就會中蛋 但心裡也很難過 就吃這個 那這個生態 我們是 一直想辦法去維護它 尤其是我女兒 他一直 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一隻舊鴨子 為什麼你們一隻來打鴨子 把花盆拿下 不用不用 你會剪緊的 對 這樣子表示有活力 能夠捉你 他這隻眼睛不怎麼看得見 你看他這隻眼睛才看得到 你看 這隻眼睛已經瞎掉了 這個都是因為被人打的對不對 這個可能被咬了 他打到四腳 腳被打到 他已經站不起來了 OK 他剩一隻腳了 對他剩一隻腳了 任何人不得傷害動物 那如果他以這樣的一個器物 傷害動物的話 他會違反動物保護法 那在罰則的部分的話呢 是可以處新台幣 一萬五千元以上 七萬五千元以下的罰款 那我們希望四組 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提供給我們 有一些相關行為人的一些試證 那當然四組 首先優先要將他的動物 趕快送去做必要的醫療處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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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